世界末日擦身过小行星险撞地球 本月稍早 中国有座望远镜捕捉到小行星朝地球飞来的影像 这个小行星是最近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所观测到的 国际小行星中心命名为2009ES的这个小行星 是可能撞击地球的1640个星体之一 幸好它没有撞上来 这个星体与地球擦身而过时的距离 是地球与月球距离的18.8倍 但若长度大约有1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 真的撞上地球 撞击的威力会相当于31颗原子弹 科学家相信那会与恐龙灭绝的情况相去不远